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军民圈子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讨论热潮 由官方媒体发布的一段短短27秒的J20模拟空战视频 让整个圈子都未知震度 表面上看这段视频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模拟演练 但事实上它所包含的深层次信息 让人隐隐约约看到了中国空军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军事科技的博主 我认为这段视频不仅仅是在展示J20战机的性能 更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中国空军正在加速布局 无人作战体系 并为未来战争做出全新准备 在这段视频中 J20飞行员简短的对话 透露出了一些极具深意的信息 首先飞行员报告雷达干净 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 敌方并没有在雷达上暴露出任何目标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J20依然能够锁定并击落敌方目标 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大量军事专家和军迷的关注 究竟是什么让J20能够在雷达干净的情况下 依然发射导弹并成功摧毁目标呢 背后的技术机制 俨然不是普通的空战操作 很多人推测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空军已经成熟掌握了一种被称为A社B岛的作战模式 即由第三方平台发现目标并传输信息 指导攻击平台发射导弹 这种技术的成熟应用标志着信息共享和协同作战 例如预警机发现敌方战机并将其位置传送给正在待命的J20战机 后者则根据预警机提供的精确数据迅速发射远程导弹完成攻击 这种协同作战模式意味着单纯依靠个体战机的空战 已经逐渐被更为复杂的战场体系所取代 未来的空战将不再是依靠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 而是需要强大的信息化作战体系作为支撑 在此次模拟空战中许多人猜测 充当天眼的第三方平台可能是中国的空战系列预警机 作为中国空军的战场管家 空战系列预警机具备极其强大的探测和信息处理能力 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中国空军指挥和控制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随着现代空战环境的不断演变 一些专家开始质疑空战系列预警机在未来战场中的生存能力 原因在于预警机体积庞大 容易成为敌方防空系统的优先攻击目标 在未来的高强度对抗中 预警机的生存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无人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无人机天团 认为这可能才是充当天眼的最佳选择 中国无人机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 从Z7高空侦察无人机到隐身打击无人机 攻击夭夭 各种新型无人机不断亮相 并展示出强大的作战能力 与预警机相比 无人机体积小 隐身性能好 机动性强 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保持更好的生存能力 因此 未来战争中 无人机很可能逐渐取代传统的预警机 成为整个作战体系的核心节点 那么作为中国空军王牌的G20 在未来无人化战争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一些人认为 随着无人机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进步 G20或许会从一线作战中退居二线 成为导弹卡车 也就是说 它的任务更多的是执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 而非直接参与传统的空中格斗 然而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G20作为一款先见的五代机 其强大的隐身性能 机动性和信息化水平 依然使它在未来的战争中 占据着重要位置 尤其是在无人机技术 尚未完全成熟的当下 G20依然是中国空军 不可替代的作战力量 未来战争的形态 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空中格斗 将逐渐被超视距打击 和饱和攻击等 先行作战模式需要取代 在这种作战模式下 能够快速精确的对敌方 高价值目标进行远程打击 成为空军作战的核心任务 而无人机凭借其独特的优势 逐渐成为这作战模式的主力军 与有人机相比 无人机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 更为明显的优势 首先 无人机的载弹量更大 G20由于其隐身设计 在挂载武器时存在一定的限制 尤其是在执行远程作战任务时 导弹的携带数量相对有限 而无人机由于不受机体尺寸和 衍生需求的限制 能够根据任务需求 灵活调整武器挂载方案 甚至可以携带大量炸弹 进行地毯式轰炸 这使得无人机在执行高强度的打击任务时 比有人机更具优势 其次 无人机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 有人驾驶的战机一旦被击落 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装备损失 更重要的是 飞行员的生命安全面临极大的威胁 而无人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即便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被敌方击落 损失的仅仅是一架装备 作战人员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这种特点使得无人机能够承担更为危险的任务 深入敌后进行侦查打击等高风险任务 此外 无人机的作战成本相对较低 与有人机相比 无人机的采购和维护成本要低得多 尤其是在飞行员的培训成本方面 无人机几乎可以省去这一环节 培养一名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而无人机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作战能力 这无疑大大提升了整个作战体系的效率 然而要让无人机真正取代有人机 特别是在高强度的空战环境中 执行复杂的任务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积带解决 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 虽然无人机在执行单一任务时表现出色 但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 无人机的自主决策能力仍有待提升 与人类飞行员相比 无人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应变能力较弱 容易受到干扰或误判 这意味着无人机要在未来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须依赖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中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举时瞩目的成就 从人脸识别到自动驾驶 从智能医疗到语音助手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渗透到各个领域 在军事领域 人工智能也被视为颠覆性的技术 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形态和作战模式 未来的无人作战平台将不再仅仅依赖地面指挥官的指令 而是能够通过人工智能自主进行战场判断和决策 这种技术的成熟应用将彻底改变传统的空战规则 中国军方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未来战争的制高点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无人机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空军将拥有一支由AI驱动的无人机天团 这支无人机天团不仅能够在空中执行侦查和打击任务 还能够与有人机协同作战 形成一套完整的无人作战体系 从长远来看 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尤其是美国作为全球无人机领域的领头羊 一直在该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从早期的捕食者到死神无人机 再到更先进的全球鹰和X47B 美国无人机几乎参与了近年来所有的局部战争 然而随着中国无人机技术的崛起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缩小 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被超越 美国的军事专家对这变化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 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以体系化的思维发展无人作战体系 这种体系化的作战思路 正是中国与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竞争的核心差异 与美国侧重于单格无人机的性能提升不同 中国更加强调无人机与有人机 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不同平台的协同作战能力 这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将使中国在未来战争中占据更大的优势 总之从G20的模拟空战视频来看 未来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无人机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作战模式 中国空军在这领域的快速发展 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军事科技时代 而这场战争的最终胜负将取决于 谁能够更好的适应和驾驭这一变革 未来我们拭目以待